Hello 这里是大三大师TV 我是Chris 那么今天呢来和大家聊聊丑女这个话题啊 那很多人他认为红丸就是在宣传丑女 煽动这个性别对立 事实上呢这样的理解是非常不准确 也是很片面的 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讲述一个全新的认知 是之前从未提及到的真相 那么这个真相就是男人的丑女 其实啊是与生俱来的 跟任何后天的文化影响无关 那本期的内容会非常的硬核 也会涉及到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那在这里啊 建议有一定文化和基础的兄弟观看 如果是一个小白 那么建议他先看其他的内容 然后再来看这期节目 否则呢很容易会误入歧途 那么在心理学的这个精神分析学派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情节 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情节 就是所谓的俄迪普斯情节 那俄迪普斯啊 是古希腊神话当中 一位悲情的国王 也是欧洲文学历史上拥有最高悲剧成就的人物 那么他呢杀死了作为敌国的国王 然后做上了王位 成为了新王 又娶了先王的老婆 做自己的王后 但是知道了真相以后啊 他发现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 而娶的是自己的母亲 当得知到这个事实之后 俄迪普斯悲痛欲绝 选择挖掉了自己的双眼 那弗洛伊德他提出 所有婴儿心智成长的阶段 分为俄迪普斯前与俄迪普斯后 那这个节点啊 大约在五岁的前后 一个孩童在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我的概念的 也就是无我 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呢 由于某个原初的创伤 产生了我 即主体与客体 自己与他人 也是佛家所说的二元对立 在这一刻呢就产生了 那么这个原初的创伤 即俄迪普斯情节 那在圣经创世纪当中啊 描述了亚当与夏娃 偷食伊甸园的禁果 进而呢发现了彼此 生殖器上的差异 拥有了智慧 也拥有了羞耻心 以及原罪 那这一份原罪 正是原初的创伤 那么在现实当中呢 五岁前的孩子 他会觉得自己和其他大人小孩 都是一样的 但是大约到了五岁后呢 孩童会逐渐意识到 异性存在着另一种 与自身相依的生殖器官 同时呢 对异性不同于自身的生殖器官 产生浓厚的兴趣 而这一发现啊 会对孩童的心理构造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阶段 弗洛伊德称之为 俄迪普斯阶段 那么处在俄迪普斯阶段的男孩 意识到生殖器的差异后啊 因为害怕被阉割 而放弃对母亲的欲望 进而去认同 阴金更大的父亲 女孩呢 则会因阉割情结 而怨恨母亲 认为是母亲剥夺了她的阴金 这种怨恨会使她再次把她的利比多趋利 投向父亲 继续把父亲当作是欲望对象 希望父亲呢 能提供给她一个孩子 来作为所欠缺的象征性替代 那利比多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 非常重要的概念 她指的是啊 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当中 基于性本能的一种内趋利 那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啊 所有的艺术创作 都是性冲动 所产生能量 升华后的表现形式 而在柯老师看来呢 女人成年后 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 本质上都是基于利比多趋利的一种 阴金崇拜 那女孩呢 在俄迪普斯阶段的阴金羡慕情感啊 在成年前 他们会发现 从自己的父亲身上 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结果 而成年之后呢 他们便会通过 从其他男人身上 获得想象性的补偿 因此呢 女人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 在他们的潜意识层面 其实都是俄迪普斯阶段的 英经崇拜 英经羡慕情感的投射 简而言之啊 就是童年的渴望 在成年人世界的内心投射 那最终啊 女人通过和另一名男人结婚生子 让俄迪普斯情节得到不完 因此呢 女人拜金 或者说对成功男人的仰慕 本质上都属于 英经崇拜 而男孩在俄迪普斯阶段的 洋味焦虑啊 投射在成人的世界里 会去让他们发展 诸如事业 金钱 名望 威望 等等等等 本质上啊 都是在发展 扩大自己的英经 那么这里呢 英经只是一个象征物 那用结构主义拉康的说法 叫做能耻 那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在两性关系中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洋具象征物的原因 而女性呢 则会更注重自己的装饰物 她必须使得自己看起来有一根英经 那么女性的装饰 从本质上来说啊 都是为了掩盖那个根本性的匮乏 当然呢 精神分析学派的解释 并不能令女权主义者满意 女权主义者啊 他们渴望重新书写神话 将女性的阴道看作是一种创造性无尽的可能 而男性的阴经只是历史遗留的将死之物 实际上啊 女权主义的这种阴道中心论 本质上还是对男性权力结构一种拙劣的效仿 区别在于啊 右派的女性 她们伪装成女人 与另一名男人完成对俄迪普斯情节的补完 而左派的女性啊 则伪装成男人 像男孩的侍妇情节一样 完成对俄迪普斯情节的补完 但实际上 女权主义者并没有跳脱对原初创伤的伪装 当然了 女权主义者也会反驳啊 为什么在俄迪普斯情节当中 女孩会去羡慕阴经 而不是反过来 男孩会羡慕女孩有阴道 亦或是具有乳房呢 进而产生一种阴道羡慕和乳房崇拜呢 那么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是 羡慕是触目惊心的存在物 男孩与女孩最初的撇见 都会瞬间发现下体处 那不自然的凸起 而男孩最初看到女孩 会认为那是生殖器的缺席 并想要搞清楚为何后者生殖器会缺席 至少柯老师小的时候会这样啊 会好奇女孩她是怎么尿尿的 她的生殖器去哪了 而相较女孩 他们看到却是对方生殖器的在场 进而阴晶羡慕在最初的那一撇时就已建立 相反的女孩的生殖器 她是被遮蔽起来的 她是深埋在一个伤口里面的 因此啊 男人是第一性 而女人是第二性 阴晶的在场和勃起 不仅会让人产生焦虑 更像是一种宣誓 让主体得以生成 既我拥有了他 所以我拥有了我 那这一场景 正如圣经创世纪中所描述的那样 而拉康则认为呢 出现的空间不重要 出现的时间才是关键 主体知道自己有无难跟 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而是主体知道母亲有无难跟 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与母亲最初的分离 才构成了这一创伤性的场景 主体会为这种分离去寻找解释 为什么母亲会离开我 为什么她会不爱我 进而会让男孩去寻找自身与母亲的差异 既难跟 而对于孩童来说 她并没有金钱与地位的认知 所以只能用生殖器的差异来解释分离的原因 那么男孩虽然有阴京 但是相较父亲的阴京太过于弱小 不能够让母亲满意 所以她认为母亲才会抛弃自己去找阴京更大的父亲 这便是俄底普斯情节 也是男孩心理结构中对阴京崇拜 和阳尾焦虑最初的心理原型 那么拉康的结构主义啊 可以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补完 一种完善 而在柯老师看来呢 男人的仇女在最初的这一刻便产生了 仇恨的本质啊 既求而不得 也是因爱生恨 爱和恨本就是一体两面 俄底普斯啊 在不知道真相之前 他痛恨自己的父亲 想要占有自己的母亲 而当男人进入到俄底普斯阶段后 知道母亲是永远无法被占有的时候 那么这种求而不得的原初创伤 会一直烙在他内心的深处 这个便是仇女与生俱来的原因 而对于女孩来说啊 她意识到自己没有阴京 同时她发现母亲也没有 她会将母亲的分离解释为 母亲一开始爱她 是因为母亲以为她像父亲一样 是有阴京的 而如今她发现女孩并没有 所以女孩从这时便有了一种创伤 她无法像男孩那样 将自己的创伤建立在 阴京不够大 以后会更大 这样的逻辑上 她只能建立在 要利用假象 装出自己有 去欺骗另一个人 所以说啊 男孩的心理成熟年纪 一般比较晚 在12到18岁 而女孩的心理年纪成熟的比较早 在6到12岁 因为俄迪普斯阶段 女孩已经逐渐接受了自己 没有阴京的事实 并学会了伪装 而男孩却在俄迪普斯阶段后 依旧自恋的认为 自己的阴京可以满足母亲 那么直到12岁左右的时候啊 才逐渐的意识到 母亲是无法被自己拥有的 并将这种爱欲的投射 才从母亲的身上移开 转而去占有其他女人 那么这个也是 为什么女性她更在意欺骗 而男性更在意自己 无能的本质原因 这个同时也揭示了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女人她渴望他人的关注 本质上都是因为她没有 希望别人去承认她有 这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的男人对自拍 美言不屑一顾 而女人却乐此不疲的原因 女人必须要通过 荧幕前的假象 来使得他人相信他有 因此大部分女人 在亲密关系当中 对男友的无理取闹 本质上都是渴望男人 给予这个她精心营造 假象的关注 大部分男人 他们无法理解女人的行为 因为男人从出生的那一刻 便拥有阴京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女人是很难红丸觉醒的 因为他们善于编造谎言 甚至说 他们既是谎言本身 因此女人与蓝药丸 本质上就是一体两面 形影不离 他们既是蓝药丸的受益者 又是蓝药丸的受害者 更是蓝药丸的制造者 而红药丸呢 却直接把女人精心营造的假象啊 直接给敲得粉碎 那女人她无法接纳红丸 就像是他们在男人面前的哭泣 是伪装失败后的流泪 是谎言被戳破后的流泪 也是她为爱而缺席后的流泪 所以说女人的眼泪啊 源自她内在自我的缺陷 流向的是对最初那个根本性上的匮乏 因此说女人的无知来源于他人 女人始终无法去确信 无法去相信他人是否真的爱自己 因为他没有 而男人的无知却来源于自己 男人无法确信自己配的配不上去爱别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始终不够大 而男人因为俄迪普斯阶段 母亲被父亲夺走的这种原初创伤 会让男人在潜意识里面 认为自己的洋具就像是一个赝品 无法满足母亲 在成年后呢 这种情欲的投射 会让他怀疑自己的洋具 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满足那个 他想占有的女人 所以说男人的这种仇恨啊 本质上都是来源于 单独面对女人时的 害怕失去的这种恐惧 无法占有的这种恐惧 这种恐惧即原初的洋味焦虑 这个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一个超级英雄 男人他就需要这样的一个超级英雄的皮套 带给他身份上的一种象征 因此呢现实中的男人 他们依赖社会男性共同体建立的某种权威认可 用这种权威认可将自己给包裹起来 组成这个所谓的英雄皮套 诸如金钱地位名望名牌豪车还有表 其本质呢都是通过扩大自己的外在洋具 来掩饰自己内心洋味 内心洋具是赢品的事实 因此男人仇女的仇恨 也是男性成年以后 对自己男性力量不足的恨 就像是女人他无法接纳真相 他要活在一个假象里 而男人无法接纳自己的内在早已阳尾 把仇恨转嫁到外在的女人身上 那么大部分服用红丸的男人啊 出现仇女的情绪 都是在知道真相以后 发现一直以来所追寻的 这个看起来光鲜的外在洋具 也就是社会男性共同体建立的权威认可 实际上无法给他带来 让他去占有女人的事实 那么当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啊 在面对现实面对女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无力感 这个便是男人会进入 红丸愤怒期的根本原因 所以那些嘴上爱说 女人就是喜欢有钱男人 就是喜欢长得高 就是喜欢长得帅 就是喜欢威望高的男人 那么这群男人 其实都跟精神杨伟男没有区别 就跟电影当中所有的超级英雄一样 他们害怕脱掉自己的皮套 以真面目示人 他们一直以来在追寻一个外在的答案 在寻找那个外在的皮套 来掩盖自己的性无能 为自己的阳尾来辩解 但是蓝丸男他们不仇女 因为他们坚定的相信 所谓的金钱地位 名望名牌豪车表 可以扩大他自己的阳具 让他有效的去占有另一个女人 而实际上 这些东西 本质上和壮阳药没有区别 只是在精神上的壮阳药而已 所以蓝丸男啊 他们一直在服用这颗蓝色小药丸 在服用这种精神壮阳药 来掩盖他们阳具式艳品 精神早已阳尾的事实 那么这种东西时而有效 时而是无效的 或者当他不服用这个壮阳药的时候 就没有效果了 而红丸男应该停止蓝色药丸 培养自己的阳刚之气 培养自己的雄性 即性 并通过实战 接受一个新的现实 锻炼自己 最终成为一个真男人 这样的男人 才能够有资格称之为红丸男 所以当你知道这一切的真相以后 你是选择像俄底普斯一样 挖掉自己的双眼 继续去服用蓝色小药丸 选择视而不见 还是选择服下那颗红色的静果 指向真相的红色药丸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红丸男 这个选择完全在于荧幕前的你自己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红色药丸 请给本期内容点赞 把红丸践行在生活当中 而不是继续去寻找精神壮阳药 而你的点赞也会让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让越来越多的男人可以摆脱这种精神洋味 因为只有你支持你的所爱 这个世界才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那喜欢我的视频 想跟柯老师交流的话 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来向我资讯 那么最后呢 喜欢我的节目 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在小铃铛边上按下通知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